有的是分批 有的是分批入查 有的是延遲开学 到现在学校都没有一个 很固定的说话 就算心里就很不踏实了 又到底不知道这学期 还能不能上课 还是直接办休学就好 透过通讯软体 人在中国山东省的陆生 接受本台访问 面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 持续恶化 实在难掩自身焦虑 化身熊同学的他 更谈起精致 在陆生群组中 最受关注的议题 就属教育部日前 针对所有陆生 发布的最新因应措施 目前在大陆的陆生 他是在2月9号之前 目前是暂缓来台 那如果是2月9号之后 如果开放的话 他在到了台湾 他是要以集中监测的方式来进行 目前也有超过8000位的陆生 全数暂缓来台 未来如果是情况 再行开放入境后 教育部也将针对所有陆生 进行14天的集中监测管理 但无论是陆生的就学权益 隔离环境等相关配套措施 都尚未给出定案 让陆生感到相当担忧 因为一是缺乏专业的工卫知识 二是每个学校状况 其实差异很大 像我们的私校 像我们学校的陆生就非常多 我们学校宿舍本来就不够 就是不知道会怎样安排 这种集中监测 这也是陆生非常担心的 眼看大专院校的开学日 竟在眼前 但武汉肺炎疫情仍未退烧 因此日前已有中山大学 成功大学及风甲大学等六校 已宣布延后开学 而教育部长潘文中 也在二月二号的疫情记者会上 亲上火线 宣布高中小学全数延后开学 至于高教端则要等到二月三号 与各校面对面一同讨论 至于陆生的就学权益 也将在二月三号的会议中 一并讨论 并于会后将结果向各界说明 原事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